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年他曾指控弹头性骚扰 这被部分网友认为是在炒热度炒新闻 令他倍感无奈 希望曾经不尊重女性或是对女性进行言语肢体性骚扰的人都能深深悔悟 迪安景认为如今这么多受害者云易揭开自己的伤疤 勇敢出面指控加害人的恶行真的很有勇气 曾把性骚扰当成是开玩笑的人 现在肯定烧不出来了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